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谢谢大家请放转 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想我要把我自己的画面关掉 让大家可以看到 比较清楚的整个 我的PPT的那个档案 你可以看到说在那个 因为最右边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 我们仿无歌窟 做的所谓的佛窟 那后面这个背景 你看到那个红灯笼 其实就是大殿 大殿旁边有一块地 我们又有个做一个 像佛窟的叫这个装饰 这个装饰 最近刚好又拆掉 已经做了半年了 那第二个这张 大家一定看过莱茵观音 可是很好从这个视野 去拍莱茵观音 其实上非常非常的书正 这是一个夜晚的指教 然后最左边这边 一双手和石 其实用和石来供佛 也供养一些众生 这个其实就在莱茵观音下面 那因为今年已经过了半年了 所以在这个 在原来装置这个 佛窟的这下面 我们先把它拆回来 我想说这个叫拆回的 原来的本来面目 就是这样 旁边这就是大殿 那让大家分享 大家不管你今天 有没有因缘回到山上来 也跟大家分享山上的风景 好 接着我们要进入 今天的课程 四次的课程 我的讲刚刚是这样子的 会有一个总说 大概先介绍一下 访华金 然后介绍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需要 为什么我们需要修学访华金 谈到基于本之后 我会谈到华金的试药品 这个试药品就是方便品第二 安乐型品14 如来受量品16 跟观世音部的普通品25 这试品我们会不会在四次的课程 跟大家讲说 至于为什么要讲这试药品 我想我后面的课程会陆续 跟大家再做介绍 好 那这是我们参考书目 基本上希望菩萨们 你听这个课 手上有两本这样的东西 一个是华金 那我们现在采用的是 纠摩罗斯的翻译本 它的金号是T9N0262 T就是大阵仗的意思 大阵仗第九侧 金号是262号的这个金 每一部金可能就有不同的 不同人翻译 那不同的翻译者会有不同的金号 这个262这个金号代表就是 纠摩罗斯翻译的妙华电华金 另外我们非常的推荐师父的这本 绝妙说法 华金的讲要 这本金本 这本讲要是师父 他原读过妙华电华金之后 再从师父手上 再重新把它整理过的一部书 这部书非常的好 所以我希望菩萨们 这两本书要同时的看 看完金本之后 来看师父的这本绝妙说法 这样的话你对华金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好我们来谈法华金 我们平常都称它是法华金 其实根据这个天青 就是一次士卿 士卿大师 他的法华论书里面 他说这个法华金有17个名字 其实代表他17种圣圣的功德 他是最殊胜的 我们称为所谓的金中之王 那我们看这17个名字分别是 无量义 最甚修多罗 大方广经 教菩萨法 一切诸佛所顾念 一切诸佛秘密法 一切诸佛之障 一切诸佛秘密处 能生一切诸佛经 一切诸佛道场 一切诸佛所转法轮 一切诸佛兼顾社利 一切诸佛大巧方便经 说一圣经 第一诸妙法莲花 最甚法门 这其中有三个地方 我把它用的比较 是反黑 转生的 这三个名字 我下面分别再来解释它 这什么意思 什么东西叫教菩萨法 就是这部经呢 教化一切 善根成熟的菩萨 随顺这个众生 随顺这个菩萨的法器 令他能够得到佛果 这叫做教菩萨法 那另外一个名字叫一切诸佛所复念 因为佛本来就是已经诸的大圣了 所以他常护念这个法华经 所以众生因为依如来 有这个而有得法华经 所以是诸佛所复念 第三个名字叫做妙法莲花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叫出水 就像那个莲花在污泥出淤泥而固染出淤泥 所以表示说这个僧文 听说如来这个无上清净的境界之后 正得如来甚深密葬 这是出水意 第二个意思是花能够开 花开意 就说众生在大圣中 虽然的心阙弱不能生性 但是呢 佛又开示如来的尽妙法身之后 另一切众生能够生信心 所以也称为妙法莲花 好这三个名字合起来呢 我们常常花华经 其实他真正的原始名字应该是 妙法莲花 焦菩萨法 佛所复念经 我们常常也把它称为 妙法莲华经 所以这三个名字都可以 妙法莲花 焦菩萨法 佛所复念经 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常常也称它是妙法莲华经 简称法华经 这三个名字都可以的 好接着我来谈谈 佛陀 还有圣源师父的教法 之间有什么关系 来我们问第一个问题 佛为什么要出现一世 为什么要有佛法 我想每个心里都有很多很多的答案 我们像在红尘中生活很久了 我们有因缘接触到佛法 我们开始研读佛经的 听佛的教法 我们慢慢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修学佛法 好 佛为什么要出现一世 主要是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世 这个一大事因缘 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解说 也就是华经会谈到的 非常重要 佛为什么出现一世 而且佛是 入面之后又出现 入面之后出现 为什么会生这样子 来来回来回来 第二个是 开显佛的知见 让众生能够知道佛的知见 知就是佛的心 见就是以佛的眼睛 可以看到佛的见解 第三个是 当然希望能够切断众生 在六道中轮轮回回来来取取 这个就是为什么 佛出现一世的重要的原因在这里 好 这根据智者大师的五十说法的时候 天台中对于佛陀说法 四十九年 他们的叛教可以换成这五十 第一十叫做华严十 当释迦牟尼佛在葫芦属下 成道之后 三七日 就在菩提戈亚讲华严经 华严经有七处九位 这个三七日讲华严经呢 当时这只有 当然在场的菩萨 应该是很多 不只是只有地位上的大菩萨 其实身为圆绝也都有 甚至于天龙八部都有 但是基本上 大部分都听不懂 不在讲什么 因为华严是讲述的是 诸佛菩萨的华葬世界 所以只有地位以上的菩萨 才听得懂 什么叫地位 我们知道修行有五十二个位阶 叫做实性 实柱 实行 实会相 实地等觉 妙节 出地 地位以上的菩萨 我们称为他是大菩萨 地位以上的菩萨才知道 原来佛说的华严经 讲了诸佛菩萨的华严世界 但是其他的 其他的那些天人 天龙八部等等 像龙子 像如痴如龙一样 根本听不懂 佛在说什么 所以佛就觉得说 哇这样的话 我可能要用另外一个方法 来教导更多的众生 所以第二十有十二年 佛在恒河两岸 讲阿涵 这有四个阿涵 中阿涵 长阿涵 长阿涵 真意阿涵 诗阿涵 诗阿涵讲什么 诗阿涵讲 释迦牟尼佛带着圣地子 在恒河两岸油画 生活当中怎么样用佛法 怎么样持戒律 比如早上要出门的时候 我们要几点钟出门 然后要大一 然后持播 然后次第起 要怎么起 然后吃完饭就要怎么样 要怎么修行 怎么睡觉 等等等等 这是讲阿涵时 这有十二年 阿涵时 佛主要在教化的是 佛的圣地子 可是很多很多的在家居士 都听到看到 知道说这些出家人 他们知道了脱生死的方法之后 有开始很多很多的在家居士 就沿着僧团所居住的金色旁边而住 他们希望也能够修学佛法 这个时候佛就说 那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要让这些居士们 也有姻缘来听闻佛法 所以就开始所谓的方等时 方等的意思就是大圣的意思 这个时候有总共有八年 佛在恒河两岸 讲了非常多的方等经 像现在华谷山传授是大圣法 我们研究经典 大部分都大圣经 比如说维摩经 思义经 圣漫经 包括净土系列的净土经 等等都是所谓的大圣经 方等时 方等时有八年 让不只是圣地子能够修行 包括圣地之外的在家居士 都能够修行 它是一个智力立他的法门 但是方等时有个特色是 方等时的所有的经典 大部分主要所谓的有 比如说有电脑 有网路 有speaker等等有 有像 所以在修这个方等的时候 这个有呢 同时不管是圣地子或众生 就看到有这个色身 这个色身呢 七口 九口 长流不尽之后 就怨恶这个色身之后 就有好多人 因而至上 那佛就发现 修行不对了 因为 我们修行并不是要来至上 而是希望能够借入这个道气 能够来修学佛法 因为当初跟着 释迦牟尼佛修行的圣地子们 大部分都是外道 很多很多像目前年 摩河家世 他们有带来的弟子们 都是外道的 他们觉得都是有像 那佛就说 那这样子不对 佛这接着在 二十二年 讲波罗 讲什么 就像大波罗经啊 金刚经啊 心经等等 他们讲什么 讲空相 空相讲的意思是 不是玩空 而是因应和合而称而有 但是因缘离善就空 他的自信本空 所以讲到波罗时 这波罗时讲了二十二年 所以这弟子们 跟着释迦牟尼佛 这样学佛 已经四十几年之后 佛觉得 因缘到了 所以佛开始讲 接着下面的八年 讲什么 讲法华 涅槃 讲什么 讲不管你 谁面修的是 阿含 方等 波人 或者我们讲说 所谓的 身文 原觉 菩萨圣等等 最后 我们大家 都有佛性 能够导规 唯一佛圣 就是法华经的重点 让大家能够导规 唯一佛圣 所以 这个时候 是众生 根气成熟的 因缘成熟的时候 佛才说法华经 所以法华经的讲说 跟听闻法华经 是多么殊胜 他必须要有 大 同时有 希望因缘能够了脱 解脱生死 而且希望自己 能够成佛的 所以要帮我来听闻的佛法 所以要赞叹大家 今天有英勇 一起来分享佛法 分享法华经 所以根据天才中 智者大师的 叛教的话 我们知道 能够听闻法华经 是多么殊胜的事情 佛的教法 有次第的 就好像是 从牛出乳 乳之后呢 从乳出落 从落出书 出生书 生书之后 从熟书 熟书后变菩提 蹄虎 对不起 蹄虎 蹄虎是最殊胜的 这个称为 涅槃五味 所以我们常常说 像蹄虎味 就是乳 就是牛奶 这边最上位 就好像经典里面 最上胜 就是 宝华经 他说所有 只能够吃到蹄虎的人 重病皆除 所有的猪药 进入其中 就好像我们众生 有因缘 听闻到宝华经 就像佛说的 善男子啊 佛也是这样子哦 从佛出生 先开始讲十二部经 十二部经 不是十二部经典 而是十二种 经的方式 比如说是长行 祭宋 或是孤起等等 从十二部经 生出所谓的修多罗 就是英文的sultra 就是经典的意思 从经典当中 有开始有fondent 就是我们刚刚讲 大圣经 然后讲般若 然后般若 最后讲大涅槃 就是华涅槃 最后就好像 蹄虎一样 所以这个蹄虎 就好像我们的佛性 佛性就是如来 所以众生都有佛性 众生都可以成佛 来批育佛陀教法的次第 所以就是从这五圣 到最后就是如来圣 就是所谓的唯一佛圣 好 那我们回来看圣银师傅的教法 圣银师傅从五七年 提出人间净土的理念之后 陆陆续续师傅 从八九零一到二零零七年 谈到法谷山的理念 法谷山的修学方法 世众活着共勉语 谈到法谷山的共识 谈到心灵环保 世众环保 一大使命 三大教育 我们的新武士 中华产法谷中 新六轮四大坚持 你可以看到师傅的教法 其实师傅有理念 一直往下来的 那我们来看看 其中呢 我把一部分 师傅的教法最多 我们就知道 师傅有所谓的法谷全集 那我把其中 法谷经典的部分 谈出来跟大家谈一下 从八九零师傅开始讲 四十二章经之后 陆陆续续 把很多很多的经典 师傅重新 再用师傅的方法 来解释这个经典 2002年师傅提出了 所谓的 就是法华经的绝妙说法 好 这整个都是师傅 对经典的论著 那我把这两个部分 合在一起来 我们来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圣形师傅的思想理念 跟经典的部分 其上是贯穿的 所以从经典当中 可以看到师傅的思想理念 好 那这思想理念 在讲什么呢 重点 就是这几个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人净土 世众佛子 共勉语 心灵环保 世众环保 心武士 心六伦 最后有两个重点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师傅的法语就是 告诉大家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上求佛道怎么样 我们要求出离 我们要发出离心 求佛道 另外是发佛迪心 下化众生 所以师傅的教法 其实是沿着 释迦牟尼佛教法 一并而来的 一直往下连续来 所以不离开 不离开佛头的教法 所以下面 我接着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 受身在苏佛世界 你不是在其他世界 不会在阿卓佛的世界 不会在其他净土里面 什么是我们的一大事 我们受身在苏佛世界 到底要做什么 那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 到底是在生死轮回呢 还是在解脱呢 你每天的生活方向 是不是往解脱方向走呢 还是你还在轮回呢 是不是走回头路呢 每天的起心动念 是不是还是练习贪嗔痴呢 还是练习解脱 我们现在虽然在人法界 你是不是常让自己 在人法界也能够超脱到佛法界呢 什么东西叫人法界 什么叫佛法界 我们知道 苏佛世界有始法界对吗 我们有佛 菩萨 圆觉 身文 天 人 阿修罗 畜生 恶鬼地狱 人法界跟佛法界 其实有一些距离 可是 我们都能够修学佛法 因为佛法是佛说的 每天我们能够听闻佛法 修学佛法 或是说你做早晚课 诵经 拜佛 等等 就常常让自己从人法界 拉到佛法界 不断不断地练习自己 从人法界 达到佛法界的时候 当我们往 求生净土 另外是我们的念头 是佛用还是众生用 要是你只是为了自己自立 为了治疗 那是众生用 你要是常常能够发菩提心 发出离心的话 为众生 自立立他 这就是佛用 所以我们从这个当中就知道 说虽然在苏佛世界 但是我们不要厌离苏佛世界 透过苏佛世界的因缘 我们应该让苏佛世界 这个道气好好的善用 让我们自己都能够往佛国进土 成就佛道 好 那我再看 圣言师父跟佛出现一世的因缘 佛的教法是开始 我们要 佛是为了众生能够开示 误入佛的治见 出现一世 使众生能够解脱烦恼 了生脱死 那佛土的教法 我们讲说 华国山主要是心灵环保 我们以心灵环保为主 走来学习 并且实践佛出的教法 就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也就是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生净土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脱离轮回 成佛做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师父的教法 其实是跟佛出的教法 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佛的教法 开示误入自见 这个部分 后面我会跟大家做解释 我不想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能够了解吗 要是你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你可以回应 然后这样的话 要是今天没有姻缘 跟大家分享的话 下一次我会针对大家的问题 跟大家再做解释 因为现在看不到大众 好 那我们再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修学法华经 有这么多的经典 为什么要修学法华经 好 我们根据 明末的汉山大师讲的 他说 不读楞言 不知修心 迷雾之关键 不读法华 不知如来旧事的苦心 不读华言 不知佛家的富贵 因为楞言经谈到五十一抹 在修学禅法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角落 我们可能会变迷雾了 所以要读楞言经 那读法华经才知道说 佛陀 刚刚讲说 开释悟入自见 希望我们能够 表生脱死 脱离轮回 然后读华言的时候 讲了诸佛活在华藏世界 所以知道佛家的富贵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说 开悟的楞言 成佛的华华 我们好好的研读法华经 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 到成佛的境界 好 天才大宗 四十世代传人叫 谭旭大师 他讲过 谭旭大师常常牵人 要再忙也要读华华经 即使你没有办法 全部读诵 希望每天一个一品 作为定客 一点一滴 都是成就佛道的资粮 谭旭大师进一步讲说 他说呢 华华经 是所谓的广说的弥陀经 而弥陀经 是略说的华华经 他说华华经里面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说阿弥陀佛 支持名号 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四日 若五日 若六日 若七日 一心不乱 其人宁命忠实 阿弥陀佛 以诸圣众 现在提前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 阿弥陀佛 即得国度 我想这顿经文 大家应该很熟悉 另外在华华经里面的 要王菩萨本事品 二十三里面谈到说 文士华华经的话 如说修行 于此命中 即往安乐世界 阿弥陀佛 与大菩萨众 围绕住处 能够生灵化中 然后 生灵化的宝座之中 安乐世界 就是阿弥陀佛的 七方极乐世界 所以你只有能够 听我们华华经的话 好好的照这个方法 去修行的话 你往生的时候 也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谭信大师说 华华经是广说的弥陀经 弥陀经是 六月说的华华经 它都是往生 净土的治疗 好 那圣言师父 对于华华经的书圣呢 师父在绝妙说法的 秩序里面谈到说 中国佛教的禅宗 也相信众生 皆有佛性 在华华经中 也得到依据 因为华经 当谈到提伯达多 大家知道提伯达多 他在 释迦牟尼佛 在宿佛世界 实现的这一生当中 有多次 有一些想法跟意见 跟释迦牟尼佛不一样 我们都在 成为他是恶人 可是呢 佛也跟 也给提伯达多 授记可以成佛 另外呢 说解了龙宫 有个龙女 小龙女 我们想说 龙女是畜生 可是在说 在华经里面谈到 小龙女有佛性 他也可以成佛 第一个部分 众生都有佛性 第二个是 历劫成佛跟 立地成佛 看起来有矛盾哦 历劫成佛 要修行很久 才能够成佛 还有历地成佛 这两个 看起来有矛盾 但是华经中 同时都可以看到 历劫成佛 比如说 华经谈到 日月灯明佛 三海会之类通往佛 佛给很多很多的 声文员 就授记 很多人的佛 这个佛给他们授记成佛 并不是当下成佛 而是还要修行很久很久 经过多少佛 多少善知之受 才能够成佛 这就是所谓的 立解成佛 另外所谓的立地成佛 谈到那个 说解龙宫的龙女 小龙女呢 当下 就可以看到 小龙女说 你看到我成佛 比我把这个宝珠献给佛 速度更快 当下就看到 这个小龙女 说这个龙女 晚南方 无垢世界 立地成佛 所以可以看到 立地成佛跟立解成佛 同时在这边可以看到 第三个是 弥陀净土跟弥勒净土 在华经也可以看到 弥陀跟弥勒不一样 对吗 弥陀净土是西方 奥弥陀佛世界 弥陀净土 弥勒净土是 兜率天的弥勒净土 这两个 在佛华经里面都可以看到 好 下面 可以看到 是 在这边也限制女性 也赞扬女性 讲说在佛华经里面 谈到说 女众 女众有五个障碍 不得做梵天王 不得做地势王 不可以做魔王 转轮圣王 甚至佛生 这个五障 这样女生怎么能够马上成佛呢 但是呢 也谈到 小龙女 赞叹小龙女 修行得利 所以这个同仁 对于女性这个部分 有限制 赞扬同时都存在 第五个是 人间 净土思想 跟逆行 菩萨 信仰 一切众生的状况 都是诸佛菩萨 化现的说法 好 这个后 陆续都会带禅道 第六个是 我们知道说 佛华经呢 他用很多很多的辟语 我们一般都听到 佛华经有七批语 其实 稍微整理一下 佛华经不只是七批语 有三十四个批语 他透过批语说 先透过法说 透过批语说 透过音源说等等等等 巧说很多故事之后 其实让我们知道 佛华经的 殊胜的地方 让我们知道 现实当中 其实佛华经 我们可以生活中 可以拿来用的 所以师父对佛华经 是非常赞叹的 而且同时 盛行师父的教法 其实也是 跟天台中不离的 因为 你看像我们的禅修 不是只是打坐而已 我们是所谓的 师父有 师父有说法 比如说可能 早上说法 晚上说法 或是早中晚 早上说法之后 其实我们的打坐 这是教 跟官并行 教官并行 教就是教 教理 然后官就是禅修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禅修方法 其实也跟天台中 是非常有相关的 好 接着我们也讲说 在法华经里面 也谈到说 为什么要修学法华经 在法师品第十谈到说 要是你从来没有听过 从来不了解 没有修习过法华经的话 当知识人 你离开陈佛 阿诺多诺三秒三普里 就是陈佛 无上正等正远 还很远 要是能够听闻法华经 世卫法华经 修习法华经 已经知道 你一定离陈佛很近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经能够开 方便门 是真实像 法华经藏 身故幽远 无人能到 经佛教化 成就菩萨 我会开始 所谓的方便门 就是基门 真实像就是本门 很像我们跟大家谈到 法华经谈到 所谓的基跟本 基就好像 我们在沙滩上 看到那个脚基一样 足基 它是很基 但是实际上 他没有真的看到 那个留下足基的这个脚 这个脚才是本 佛华经 谈到所谓基跟本 佛华经非常的殊胜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会谈到很多很多的基门 然后最后谈到本门 所以要是没有 透过佛来讲法的话 没有办法知道 成佛的方式 同样的 佛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 对不同的根气众生 对生文圣谈到四圣地 对原觉圣谈到十二因缘法 对于菩萨圣谈六度波罗命等等 其实他们都是方便法门 最后都要导归唯一佛圣 就是本门能够成佛 所以为什么要修佛华经 佛华经就是一部成佛的经 它非常的殊胜 好那我现在根据智者大师 在佛华弦义第七点面谈到的 我们把佛华经二十八品 分成这两个部分 前面的一到十四品 续品到安乐续品 这是基门 它是上求佛道 是智慧像 后面的十五 从立永诸品到二十八品 叫普贤菩萨劝发品 它是本门 是下化众生的功德像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 基门跟本门 是两个关键不同的部分 基门就是先看到足基之后 往内修 可以上求佛道 最后你得到成佛道之后 可以下化众生 就是本门 好那我们谈到 妙法雷花经的竹子 好这边六道 列出六点 第一个是会三归一 就是把菩萨圣 这个方便法 最后道归 唯一佛圣 就是佛道 就是会三归一 唯一佛道 第三个是开拳选食 就是种种方便的言教 其实是为了 佛出现一世的根本原因 让众生为到佛道上 岛这唯一佛圣 所以这两个会三归一跟开拳选时 就在基门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基门里面呢 他根据为了度不同的根据的众生 有三我们叫三周说法 周就是一周两周三周说法 为了度上根中根下根地址 同样的把这个会三归一开拳选时 用不同的方法讲了三次 我们这个叫这个就是会三归一基门的部分 第三个叫九远时辰 其实佛已经成佛很久了 只是为了硬化说佛世界众生 所以硬化生在印度出生 他是九远成佛叫九远时辰 所以佛本来就是古佛 所以是在本文中重点就是这样 九远成佛 成佛之后就开始有度众生的方法 像我们想众生成佛 我想刚刚我们谈到了就是 所有的龙宫女畜生嘛 还有刚刚那个提波达多的恶人 他都可以成佛 众生成佛 众生对有佛性 众生可以成佛 不只是畜生恶人可以成佛 所有众生都可以成佛 另外提上什么的行菩萨道 在佛华经里面还有很大的很多的部分是流通分 流通分的部分谈到非常多行菩萨的方法 我们知道讲说布施有三种 我们常会听到所有的才师 法师 无畏师 在佛华经里面有三个品来谈这个布施的部分 会谈到药王菩萨 本事品 药王菩萨的前身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 他因为佛法而修行之后 非常的欢喜 最后用燃身共佛 用身来共佛 这个用身共佛属于才师 我们知道才师可以分成内财布施跟外财布施 两个方向 内财布施就是设身 你的脑力 你的时间 用身体等等就是内财布施 包括菩萨们做义工 帮法师设计海报等等 这属于内财布施 外财布施就是可能你可能用金钱布施 或是你供养 供养你的房子 让大众来供修等等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财师 所以药王菩萨这个部分称为财师 另外是二十四品有一个妙因菩萨本事品 妙因菩萨生生世世都说法来供养众生 尤其他讲法华经 非常非常多事 所以妙因菩萨这个部分称为法师 以法师人 第三个部分是 观世音菩萨普文品 第二十五品 我想这一品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 观世音菩萨是 千处祈求千处印 苦海常坐度人中 所以众生有苦难 众生有畏惧的时候 常常称受观世音菩萨的圣化的时候 可以得到救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用这三位菩萨代表 行菩萨道的方法 其实还有更多 最后谈到汉传佛教的第一宗派 天台宗 天台宗是我们在中国本土 创立的第一个宗派 天台宗 他的根本经典就是皇华经 所以可以看到皇华经 非常非常的殊胜 从金门本门对到他的重点 金门主要是告诉众生 不管你修什么圣 到最后都能够成佛 开身显一成佛 然后后面本门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说 原来诸佛菩萨是久远成佛的 他们都为了要度众生 所以视线菩萨生来度众生 包括观世音菩萨 要往菩萨等等都是 好 接着我们谈一下基于本 好 我给大家看这张图 这张图 我看你跟着我的 我的那个科舍这边告诉 这个地方就是法谷山 我们在金山这个地方 属于这个地方 往下走后 除了我们的山门口之外 往下很近的 就看到一个清水湿地 这个Marshall清水湿地 因为这边 过去这边就是东海的海域 就从大陆延伸下来东海海域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湿地 这个清水湿地 是台湾北台湾最后一块湿地 这湿地那边种了非常多的莲花 好 所以我要透过这张图 给大家来看一下莲花 好 这是我拍了一张清水湿地的莲花 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三个部分 当然看到花 莲盆看到叶子有吗 好 你看到这一朵花是盛开的花 这是含苞的花 这是莲盆 我们先看这朵花好了 这边有非常多的花瓣 这个地方的品种的莲花 它像牡丹花一样 称为牡丹莲或是壳 它的花重瓣像牡丹一样 重点是你看到这个花 开起来的时候 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个莲盆 里面有一颗一颗一颗 这就是以后长成莲盆子的地方 你看它花开起来的时候 这个莲盆子是在里面的 那旁边这个小小的东西 全部就是雄蕊 那这个地方就是雌蕊 雄蕊蕊蕊也非常靠近 所以莲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花 它跟其他花不一样 其他的花呢 它必须要花开 脂肪的部分慢慢成长 成种子 但是莲花不一样 莲花是有花开同时 可以花跟果同时出现 好那这个是含苞的花 好那这个是莲盆 就是花瓣落了之后 这莲子继续成长之后 像这个 其实这个都已经是成熟了莲子了 这边有看到 含苞的花 开的花跟莲盆 好这三代表 三个不同时期的荷花 或者莲花 也代表三种不同时期的修行方法 莲花生长的方式 我们称为花果同时 花跟果同时 第一个步骤是 因为要长成莲子 所以有为莲固花 因为要长莲子 所以要有花 我称为为食施权 食就是种子 它必须有权巧的方便的方法 只是为了要实现这个食 就是这个莲子 就是这一步 好第二个部分是花开了之后 这个莲子出现了 就是开全显食 花瓣是全巧方便的方法 然后开了之后 显出里面的莲子 或是连线显食 这是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是花落莲层 这个花瓣掉落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个花瓣都不见了 这个就是熊蕊 那中间这个这样 就是莲盆 这边就是一颗一颗子 莲子 花落莲层 我们叫废基立本 这代表三个不同的阶段 都是花果同时 莲花生长方式 所以为什么 好花金会用莲花来代表 它是一种批语方式 好那这个部分 我想跟大家可能更清楚 这就是莲盆 里面有一颗一颗莲子 在莲盆里面 我们把它切开来 它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有皮 那把皮剥开 里面就是白色的 然后这边就是莲芯 我想这个部分 大家清楚 我把它放大再看一下 这张照片 看到那个粉红色就是花 就是在花里面的 这个莲盆的样子 它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熊蕊在这个地方 这边就是熊蕊 你看那瓷蕊这个部分 它里面其实就一个小小的 这我们称为胚珠 好这边 它就在已经长到这边 已经在这个地方了 跟一般的结构不一样的 所以它这边就很容易 但那个莲花 一开一点点风的时候 风进来风吹了 或是有昆虫进来 像比如说蜜蜂进来的 它就可以让旁边 这个熊蕊跟瓷蕊 这个受精 所以它就可以开始长莲子 好你可以看到这边 好 你就可以看到清楚 这是 这是花柱 柱头 然后下面这是脂肪的部分 就长成莲子的部分 好 这个是 有肿皮 然后有纸叶 配牙等等 好 这是 那莲蓬就是蓬大的花托 它托着这个莲子 所以这个整个就是莲子生产过程 它有花跟果同时 花果同时 就是 基跟本同时存在 基跟本 为了本 而全有基 好 所以我们往下解释 什么叫基 基是佛的一种福德的化线 并不是实际的佛 也不是宣说真实的佛法 因为众生有不同的根气 所以佛 假借某些的现象 用全脚方便的方法 来表现佛法 就好像人走在沙滩上 走过后留下的脚肌 足肌 我们看到的是肌 而不是真正的脚 这个叫肌 肌又叫全 就是全脚方便的意思 师父在诀报说 后来谈到说 比如说我 说我喝一杯热水 或是我视力不好 我怎么说你们都不知道 除非你们自己 其实上去真的去实行 所以这样说 只是为了方便接应 初级的菩萨 来进入佛门而已 所以是不得已 姑且借用各种语言来 现象来说明 这是基 基门 好 什么叫本 像我们刚刚 谈到这后面的十四品 叫本门 就是根本的意思 就是这个样子的意思 就是说明 世尊 其实早就已经成佛了 可是佛呢 为了要度化众生 所以视线灭度 来除众生以为 佛在菩提嘎亚 才视线成佛的情职 实际上是佛 是久远失臣的 本地本佛 那我们会谈到 如来受量品 是讲法生 本来就没有生面 报生是寿命无量 为了方便度众生 所以现意法生 所以是为本垂基 开基显本 废基立本等等 主要是要除去 众生的偏执 这是本门的意思 所以开基显本 显真实相 所以前面的时候 我们要上求佛道 从基门开始上求佛道 最后我们视线成佛之后 来度化众生 就是本门的部分 好 所以在诗规诀骂说话里面 谈到 佛华经前半部 是基门的层次 说明众生的根气 有大小生气 所以对于上根 中根 下根地质 佛分别用不同方法 法说 因缘说 跟辟语说 然后也说 佛有成佛 有捏盘的时间 佛会视线入灭 后半部是本门 表示对那个 已经成熟的人 就是成熟 根气的众生 来说他 告诉众生说 一切众生 一切佛法 只有一位 就是真如位 也就是解脱位 也就一门 叫做佛门 就一项 叫做十项 所以前面说了 那么多方便法 包括说 你要修四圣地 修十二因缘 修六度破灭 等等 那都是方便法 最后都会搞归 唯一佛圣 一法 就是解脱 真如佛门 所以说 佛不是到了 我们这个 说佛是 带着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才成佛 他久远就成佛了 同时说 佛是久远了 从来都没有 入捏盘过 只是视线入灭 视线成佛而已 就是基根本 那我们谈到 梁花式的修学方式 为什么我要讲 梁花式的方式 就告诉我们说 外面有一个基门 里面有一个本门 所以平常我们在修的时候 我们可以借用 外面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来念佛 诵经拜佛等等 这是基的方法 来启动我们的善念 善念修行久了之后 我们就会 聚集成内在的 变成所谓的善根 善根就是我们的自信真如 就是我们的本 就能够成佛 这个部分我们希望 有因缘在跟大家 特别含到 广华心的修学方式 好 那我们把这个善念跟善根 往下再延伸说一点 这个智者大师认为 人不能只是修善念 善念因为善念是 因缘所生法 要把善念提升成善根 比如说小强 比如说布施好了 比如说今天来接受 现在水灾了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 来做布施 那这个布施的方法 只是当下的因缘去成就 这个叫善念 这是一种善的行为 善念是一种向外攀圆的 是一种感性的作用 但是假如我们常常在做布施 常常布施最后习惯了 比如说你常常 偶尔说 好今天到场需要 菩萨来做义工 你说我就来吧 一次两次 慢慢就说 我就常常到道场 来装义工 习惯了 这个就会期望我们 从善念的根器 变成善根 这个就是 从本变成基 因为善念是生灭法 善根是不生灭法 这是欧义大师 在佛说 巴米头经要解 特别谈到的 好那我们用念佛来看看 比如说很多人会念佛啊 什么时候念佛 就说哇 我好 我今天事情都做完了 坐下来念佛 我念两万声佛号好了 或者说 我今天好难过 我念念佛号吧 有些人就是 遇到痛苦的时候 才想到佛号 所以佛号在他生命当中 只是痛苦的 他知道 我真的很痛苦 我要念佛 可是他在顺境的时候 他不会念佛 他会随着自己的念头 去做其他事情 他快乐的时候 他算是不需要佛号的 所以佛号对他来说 是圣灭性 他是叛言外向 只要外面有吃 你才去做 比如说我痛苦了 好我才念佛 这个叫做 对到习惯的时候 你会观想 这个佛的殊胜庄园像 观想佛国进土的 殊胜庄园像的时候 你会发出坚定的 观照力 誓言力要恒常存在 不管顺境逆境 从内心发出来 不管是不是受 外境的感染 你就从内而外 一句佛号不断 这叫善根 所以有的念佛 是善念念佛 而是善根念佛 像华谷山今天下午 其实在台北时间 是今天下午 我们有一个 拉恩大悲咒 拉恩全主 我们要来功德回向 就是有很多人来念佛 很多人念大悲咒 大家一起来持咒回向 所以你习惯性的念 就是变成善根念 而不是因为因缘念 而这叫善念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佛华经的修学方法 会让我们从外面的 修学方法之后 慢慢串行之后 我们就会恒常的来修行 这是善根 好 接着我要讲 佛华经的试药品 从这边 我把佛华经的重点 跟大家谈了之后 我要谈佛华经试药品 今年年初的时候 法谷山 我们每一年 除处都有壮中 今年除处壮中的时候 我们在法谷山上 就是持送 佛华经的试药品 正好这样的音源 我想说这样的音源 跟大家来讲 试药品是很有意义的 佛华经的试药品 我们来看一下 试药品 根据天台中的 在南大师 显出四个药品 分别是第二的方便品 十四的安乐行品 十六的如来收量品 跟第二十五的浦门品 在南大师在法谷文具记里面 谈这个试续品 对续品的解释 他说方便品 安乐行品 寿量品 浦门品 他们一起是 本门跟基门的根源 是整部法谷经的 非常重要的地方 必须我们要挑选出来 其他就随意念 随意说就可以了 所以这试品 是非常重要的试品 好 那试续品到底怎么样重要 我们往下再看 好 我们刚才已经把法谷经 分成本门跟基门 其实本门跟基门 他们分别 都根据我们说 我们国经的说法 都有所谓的续分 正中分跟流头分 基门本门都有 好 这个部分 大家只要看看就可以了 但是根据整部法谷经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 有续分 正中分跟流头分 第一品续品是续分 然后方便品第二 一直到第十七品 分别工程别的前半段 是属于正中分的部分 十七品的下半段 一直到二十八品 普贤菩萨圈花品 这个叫流通分 就是我这个中间这个部分 好 那选出来的这四品 制药品 第二方便品 十四安乐型品 十六如来数量品 跟二十五的 关世音普萨普门品 分别在这个地方 尤其主要是在正中分 我们谈到了三品 然后流通分有一品 他们分别 分别在基门跟本的地方 所以这三品 是重要的事 我们称为试药品 好 我把试药品呢 会在下面的几堂 就今天跟下面的三堂课 来分别解说这四品 方便品第二 安乐型品十四 如来数量品十六 跟关世音普萨普门品 第二十五 好 那谈到这个四品 为什么重要 方便品第二 主要是讲说 十方活活进土当中 唯有一圣的教法 所以这一品 是属于教理的部分 那安乐型品十四 是讲皇华金行者 所修行的品法 会谈到戒定会 谈到一心三观等等 是属于行的部分 然后如来数量品 第十六 是讲说佛久远成佛 久远本觉的佛生 是属于体 然后关世音普萨普门品 二十五 是佛徒自在的印化 属于用 所以教行体用 教行体用 就是依一圣教的教法 修行法之后 依这个行法 正等佛生之后 然后印化来视线 度化一切众生 所以他们就是发心 然后修行 成菩提 然后入涅版的四个要点 就正好是 这四药品非常重要 所以战然大师 把这四药品 特别提出来 成为法华金的四药品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要开始进入 法华金的讲说 那法华金 虽然是我要谈 四药品的第二品 方便品 但是一定要先把续品 这个地方先说一说 因为这是续分的地方 因为这一品说了之后 会把后面的部分 很大部分全部引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 因为这一品呢 我用一张PowerPoint 细讲它 那它就请跟着我的图 一张一张视线的时候 你跟着我图看 要是你手上有法华金 你想要希望看法华金的话 其实你可以翻开你的金本 我看跟大家讲在什么地方 华金呢 还是一样 在续品的地方 还是有所谓的六成就 六成就 讲到这个六成就之后 就开始说 就开始说 说佛 佛怎么样 开始要讲华金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讲经佛 就是现在 就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呢 他先说了一部经 叫做 无量义 教菩萨法 佛所护念 我想教菩萨法 佛所护念 刚才我谈到 对吧 那就跟讲 华华金的名字是一样的 无量义金也是 教菩萨法 佛所护念金 所以经佛 释迦牟尼佛 会讲完无量义 教菩萨法 佛所护念金之后 佛就入无量义 出三昧 佛入三昧 这个时候 佛一入三昧的时候呢 天上就降下 各种陀螺花 曼陀螺花 曼苏沙花 摩射曼苏沙花 等等等等 各种陀螺花 同时 朴活世界六种震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众就觉得 哇好奇怪 为什么从来没有这种状况呢 祝活大众得未曾有 所以大家都很欢喜 欢喜合掌就看佛 就观着佛 合掌观佛 这个时候呢 佛就每一间放百豪相光 你不要说佛 法师佛不是入无量义出三昧吗 我怎么还能够放光 其实佛随时在放光的 佛就每一间放百豪相光 一放百豪相光的时候 造什么 造东方 一万八千世界 这个不是一万八千理由 是一万八千个世界 世界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想说 说佛世界就是一个世界 就是一万八千个佛国净土 造了东方 一万八千个佛国净土 而且同时献出十方法界的 因缘果报现象 为什么造东方 不是西方南方北方 因为东方是最原始的地方 从东方其实四线 一直是四周都是这个样子的 好 所以造东方 八千世界之后 这个时候 这个迷的古萨就很 就说 佛今天为什么献这个神变相 好特殊吧 为什么不会这样子 说完经典之后 祝三昧 然后天有各种花下来 然后佛要放光 百豪相光 佛要做什么呢 他说我要应该问谁呢 他想一想 哇我知道了 文书斯利普上 他曾经跟着佛 我曾经在各个 各个佛国净土 他一定看过这个情形 所以我应该去问 文书斯利普上吧 好 这个叫我这两张图 这个迷的普上呢 他的照相是属于所谓的 思维普上 他的手点在这个 右面脸颊 这是思维普上 这是迷的普上的一个造型 那文书斯利普上的特色是 他有莲花 拿智慧宝剑 下面骑的是青狮子 这文书斯利普上 迷的普上就问 文书斯利普上说 你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说佛为什么 入三昧 佛放光 这样子 文书斯利普上就说 嗯 我猜猜 我的 现在的话 佛可能要说大法哦 佛应该是要说大法的 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说佛要说大法呢 他说 曾经在过去的时候 我见过诸佛 就是文书斯利普上 跟过很多很多的佛 就是说文书斯利普上是诸佛之母 他说诸佛呢 也都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也会这样子 说法之后 现这样的现象 书圣像之后 也是要说大法的 他说我几个例子哦 他说说大法是为什么 要说大法是让一切众生 都能够文之一切世间 男性之法 这个法不是一般世间听到的 是世间男性的法 佛要说男性之法的时候 他必须要这样子 就是要 会有天 与各种花 佛要每一天放光 造很多很多的佛境土 让更多的众生注意到 佛要开始说法 说什么 一切世间男性之法 他说我举个例子 过去 常老说的过去诸佛 不是只有一尊佛是这样啊 过去很多佛 所有的佛 都会这样讲法的 诸佛 他说举个例子 有一尊佛叫日月登明佛 这登明佛呢 他在他的佛国镜头里面 讲什么 对圣文圣讲四圣地 古今灭道 对辟之佛讲十二因缘法 就是无明行事 明色六路 处受爱取有 生老死 讲十二因缘法 对菩萨圣讲六度波罗蜜 不管是圣文圣 辟之佛圣跟菩萨圣 让他们都能够得到 阿诺多诺三秒三菩提而成佛 所知的登明佛 讲了这个四圣地之后 讲到这个圣 最后他也会讲无量一经 然后呢 也入无量一处三昧 同时放百号相关之后 而且可以翻到 现在看到了这东方 一万八千个事件 跟当初我看到日夜登明佛的 实现出来的国土是一样的哦 同样的佛国净土 哇这边就非常的殊胜 他说所以我要讲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日夜登明佛就从安详中 生昧而起之后呢 这个时候他的佛国当中 有一尊菩萨叫妙光菩萨 所以日夜登明佛就为了妙光菩萨 讲什么 讲妙法莲花 教菩萨法佛所护念经 就是教华花经 所以这个日夜登明佛 为了妙光菩萨 讲这个妙法莲花经 而讲妙法莲花经之后呢 我就说了 他说我今天中夜要入涅槃 中夜我们知道以前印度的时候 一天有六十嘛 六十 他中夜就是十点到两点左右 我要入涅槃 所以佛就给很多很多的 佛祂受计一尊佛叫做 德藏菩萨受计成尽身佛 受计之后佛就入灭 当初日夜登明佛是这样子的 他说那妙光菩萨是谁呢 妙光菩萨就是我 文殊师弟菩萨的前身 而米乐菩萨当初是 文殊师弟菩萨的弟子 八百地子中的一名叫做 求明菩萨 他说那我猜 现在 现在释迦牟尼佛 他实现这个像象 一定要是要为诸僧文来说 妙光菩萨 教菩萨法 佛所复念经 所以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应该要说佛华经 好 我把后面这一段圈起来 用一个红色的框框框起来 这个框框从三昧响而起 讲妙光菩萨法 教菩萨法 佛所复念 就为诸僧文神说这个 妙光菩萨法 教菩萨法 佛所复念经之后 我会受计 然后入灭 这个就是佛华经 第一续品之后的 第二品开始到 二十八品要说的内容 全部在这个框框里头 好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开始要进入 第二品 方便品 我不想到这个地方 这个图会你清楚吗 我们可以再看一眼 金佛 释迦摩尼佛 他说五亮一金 然后呢 入五亮一三昧 然后奉白豪光 要说大法 然后过去诸佛 也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无数师弟菩萨 举一个例子 讲日月登明佛 他说三圣法 身文圣 辟子博圣 跟菩萨圣 让他们能够成佛 最后他也要讲 五亮一三昧 然后放梅金 像光之后 要讲华经 让众生能够成佛 同时 受计得让菩萨 为净身佛之佛 就入灭 所以文书师弟菩萨 这样的状况 看起来 过去诸佛 都是这样子 现在的释迦摩尼佛 也要是这个样子的 过去诸佛 用三圣法 叫众生 最后讲 唯一佛圣 现在的佛 也是这样 释迦摩尼佛 过去四十几年 说的三圣法 到现在 进入佛华石的时候 也要是要佛华经 让众生 能够成佛之后 我要受计之后 佛会入灭 所以这边 你也看到 所有的佛 在入灭前 都要说法华经 所有的佛 要说法华经之前 一定要先说三圣法 接引不同根性的众生之后 当众生根性成熟的时候 才有办法来闻说法华经 也就是一切世间难性之法 好这样的话 我把刚刚那个图文里面几个部分提出来谈 什么叫大法 大法也称为称为大圣之法 其实太区大师讲说 大法其实不见得是大圣之法 其实由佛的实质中 自正的法性中所留出来的所有的法 一定是圆容的 所以不但是大圣法 包括三圣的种种方便法 通通都属于这个大圣法 所以这个大圣法呢 让善根成熟的众生 文 性文受益 即使是交调败主 就是根性比较小的众生 也能够得到这个法语的灌溉 能够得有大圣的种子 所以我们常常说雨大法语 吹大法楼 下面应该是极大法骨 所以法骨山的法骨就是这个让来的 师父希望这个因缘 让我们不同更新的众生 都有因缘来听闻佛法 最后导归唯一佛圣 大家知道我们法骨山有一口佛花钟吗 你就可以知道 师父他的用意了 众生听佛花钟 闻中生 然后听佛花钟 就等于讲说一遍佛花经 众生只要听到佛花经 众生都能够成佛 就是说大法的意思 好 那另外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日月灯明佛 他谈到的 你看 日月灯明佛呢 他演说正法 苦极灭到四圣法 让众生能够度导病死 究竟涅槃 还是得到涅槃 那对辟之佛 辟之佛 辟之佛就是说他有因缘 见到佛叫原觉 没有因缘见到佛叫辟之佛 而称为独觉 他们都是修十二应缘法 观世 依报环境当中的环境 来修什么的 无明行事 明色六路 促受爱 取有 生老实的十二应缘法 对于菩萨修 布施词戒 忍入精定 禅定智慧的六度 波罗蜜 令他们都能够得到 阿那多诺三秒三菩提 成一切种字 就是成佛 所以佛不管是说什么法 你好好的修行到最后 都能够成一切种字 所以他都属于大法 说三圣法 令得成佛 好说完佛华金座 佛就视线入涅槃 所以呢 下面就是诸法 是相应 我未如以说 我经以终业 但如以涅槃 我用这张图跟大家视线 佛叫视线入涅槃 其实佛并不是真的视线 是视线入涅槃 那我们就进入方便 他的英文名叫Skill for Means 各种方法 用各种方法来修行成佛 好所以 他是方便说三 唯一佛圣 那我们谈什么叫方便 根据妙法 在这决妙说法 师傅谈到说 从方便品第二 到受血无戒人 毕竟九 他说属于鸡门的正中分 方便品就是画龙点睛的效果 老华金头根本 跟重要的道理都在启动 他现出来是 看到是鸡 其他都是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叫方便 方便就是前面说的鸡跟拳 因为下面要说的法 可分为方便法 方便说跟如实说 对于未根性未成熟的重生 用方便说 对于根性成熟的重生 如实说 如实说就是所谓的法说 那过程的时候 就是辟喻说跟因缘说 所以侯华金会听到 非常多的辟喻说 这是第二句话就是 这个时候 世尊从三昧安享而起 刚不是常看到 度一让一三昧吗 安享而起 然后佛就跟舍利佛讲 舍利佛什么话都没有说 佛就直接跟舍利佛说了 诸佛智慧 甚深无量 其智慧门 难解难入 一切生文辟之我所不能知 要是你手边有经典 请你就翻到第二品来看看 第二品的第一句话就是 耳食世尊 从三昧安享而起 告舍利佛 诸佛智慧 甚深无量 其智慧门 难解难入 一切生文辟之我所不能知 一般的经典 都一定要有人请法 让佛说 请佛说法 可是这一品 这个华节很特殊 因为什么 因为诸佛智慧 甚深无量 其智慧门 难解难入 所有的生文辟之我 没有办法知道 他们没有办法去请法的 好我们这边谈到 诸佛智慧 甚深无量 就是实字 佛的实字是 甚深甚深的 但是他的智慧门 就是修行方法 是全字 难解难入 要是你的根气不够 是根本找不到那个门 我们讲到说 所谓的安详而起 在师父的门修正 只要跟 师父圣言法师 焦末在海南 他谈到说 我们要打坐的时候 要出定的时候 要徐徐动身 甚至要心情动一动 要安详而起 不要触暴 出定以后 一切时钟常做方便 故事定律 所以这个安详而起 其实非常重要 所以佛也视线 这个安详而起 但是佛就开始 要开始说法的时候 并没有人请法 我就自己说了 他就说 这些佛的好吗 圣圣圣圣 你们不好知道的 那怎么办呢 好 那我们谈到 什么叫智慧门 佛的智慧 非常的深 没有办法 以世间的言语 去诚量 说明想象 因为我们是人法界 人法界 没有办法知道 佛法界的东西 没有办法知道 佛的深奥的智慧 透过这个门 门是开给众生的 门门都是佛的智慧门 门门都是能够 进入佛的本怀 虽然门开在那个地方 但是众生 不知道门在哪里 更不晓得怎么进去 所以一切二生圣人 辟之佛跟僧门 也难解难入 不能测入 门开在哪里 我就讲说 我从成佛以来 种种因缘 辟喻 各种言教 无数的方便 要引导众生 让他们能够离开 这个执着 离开这个轮回 离什么 离人我执 法我执 但是众生还是听不懂 所以在这个法经历里面 佛要进一步来谈 佛从成佛到现在 用各种方法宣说 同时用各种方法引导众生 要使众生远离执着 主要远离执着 所以包括人我执跟法我执 反复执就是人我执 就是执着这个色身 这色身 自己要造作之后 产生很多的 心产生的贪生之三度为自我 这就是我们称为的自我 就是我 那二圣僧人呢 二圣僧人 他不执着这个身体 这个人我 但他对这个法的部分 解脱法这个部分 不管是人我执 法我执 其实都是执着 所以佛就说 我用各种方法来批语来说 但是众生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执着 怎么办呢 佛就说 所以佛有种种的法 需要言之 有各种法 佛系成就 所以无量的法们 一切未曾有法 是全部成就的 这个未曾有法 是十二部经 十二部经不是栗章经 宝华经这个十二部经 不是 是十二种教法 就是说 佛经有十二种的形式 比如说是长行 祭颂 姑祈 本身 本事等等等等 这里面记载了佛跟佛 从当中 我们希望透过修学 这边能够了解佛法 这个地方的未曾有法 主要就讲 他是非常殊胜的 从来没有说过的 他是稀有难得的 从来没有人听过 从此以后 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 就是未曾有法 所以佛呢 前面讲了那么多经典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 华言 阿涵 方等 般若到最后的 法华涅槃 最殊胜的就是 最后的华华涅槃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 佛说法华经的相状 好 你就可以看到说 刚刚不是讲要 这个圣圣圣圣啊 所以是没有人请法呀 那佛就开始说了 他说啊 这个非常圣圣圣啊 没有人可以 没有 大家都不知道啊 所以呢 这边有那个 祭宗就讲说 世雄不可量 就是佛的智慧不可称量 诸佛 诸天跟世人 一切众生 没有人知道 能够知道佛的境界 佛是会日大圣尊 他很久很久才说这法 自说得如是 利无畏生妹 然后呢 佛说 我亦难可测 亦无能问者 无问而自说 称赞所行道 就说 我要说华经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圣圣 没有人能够问 没有人问 而我自己说 称赞所行道 无问而自说 我们其实知道一部经 叫做佛说阿弥陀经 同样也是一样 佛 释迦牟尼佛在介绍 过西方十万亿佛徒 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 有一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那个极乐世界 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 所以也就是佛 直接自己说了 就是无问而自说 其实佛华经 刚开始也是这样子 没有人请法 我就说了 那佛这样说完之后呢 有一尊菩萨 就是舍利佛 舍利佛是智慧第一 他就说 佛你要说啊 你要说啊 我就说 舍利佛你不要说了 唯佛以佛 哪能究竟诸法实相 只有佛跟佛 能够知道诸法实相 我不要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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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舍利佛又再生请法 说佛我请你说啊 我就说 子子不惜服说 你不要再说了 要是我说的话 一切是今 诸天几人 皆当今以 这些天跟人会惊吓的 可是舍利佛再请 再说 佛就说 不要再说了 我法妙难思 诸真上门 文弊不进行 你们一定不信的 可是舍利佛再请再请 所以他是三指三请 三指三请 好 所以佛说 如以殷勤三请 只得不说 所以你已经请了三次 请法请三次 表示非常慎重 说最后说 好 那你要好好听哦 我要开始说了哦 所以你可以让 这部法经这么殊胜 如果是佛开始 不是这样的话 根本没有人知道 怎么去请这部法经 怎么请让佛来说法经 所以也好 有舍利佛请了三次 佛虽然 自止了三次之后 佛还是说了三次 说出来了 好 那我们再看 最可惜是 这边 佛要开始说这样的时候 有些不相应的人 就开始退席了 我们来谈这一段 非常精彩 那佛就跟舍利佛说 你已经因请三请不请了 三起了 我此得不说呢 你要好好地听哦 我要分别来问你说 佛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当时就有 会中有比丘 比丘你又不是又婆语 这四种地址里面 有五千个人 他们想说 我跟着佛修行 这么多年 四十几年了 佛不都说说 我们会成佛吗 说阿罗汉会成佛 难道比这个佛 比这个法更好的法吗 不晓得佛现在说什么 不要听了 所以他们就离佛 就走了 就离开了 然后这些人走了之后 佛就跟顺利佛说 好走了 他说我看到他们走了之后 这个当下这个状态呢 无腹之业存有真实 没有知之业业的 都是真实 这时候呢 这些真上门 离开就好了 开始我要说法了 你看这段很精彩 就说圣圣的法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 都能够听法 听文的 就像说我们现在讲 华华经 有些普上可能就 因缘就不具足 没有办法记得华华经 你看 纵使是 纵使不要说华华经 纵使像释迦摩尼佛 他当初在印度的时候 我们不是听过有一个故事 讲说成东老母吗 他虽然跟释迦摩尼佛 生长在同一个时代 佛说法度了这么多众生 成东老母见到佛 完全没有因缘见到佛 佛从东方来 他躲到西方去 佛从西方来 他躲到东方去 佛从上方来 他躲到西方 他就是不愿意见佛 就是没有办法 因缘听文佛法 同样你看释迦 看师父 我们在房谷山 这么长时间 在金山 还是有很多人 没有同在 没有因缘到房谷山 没有听过圣言师父 也有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还是要有因缘的 有因缘才有办法 真的听文道佛法 所以我们还是要 赞叹自己 过去真相 有这样的资料 好 那我们就看了 这个时候五千人退行 那师父在绝妙说法 想说 释迦摩尼佛 我讲完这句话之后 会中有五千人离开了 站起来 礼佛丹麦就离开了会场 好 我们就有两张图给他看 事情就真的就走了 在灵旧山上 灵旧山 他就离开 这个五千人 就离开了 好 那这个五千人 退行的意义是什么 表面看起来说 好像佛陀 不愿意再去一次说法 但是这也是一个 善巧方便 这是方便法 因为这个极为 稀有难得的教法 不能轻易传授 否则会丧失 他的价值 然后只有在适当的时间 跟地点 还有人们修行 你的理解够的时候 才有办法得到 才能够接受 这样的教法 他说要是在举题当中 有一些人反对 他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 他可能会对自己 带来伤害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讲说 佛说法的时候 前面不是有六成就吗 有一个十成就 一时 佛在什么什么地方 说什么什么 那个一时那个十就很重要 那个十是什么 不只是时间 而是当下那个因缘 时空的时候 不只是佛准备好 也众生准备好 时空都准备好了 所以那个十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下这个 五千人退席的意义 就是这样的因缘 就离开了 但是他们离开之后 佛并没有制止他们离开 为什么 佛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些人 罪根深重 及真善慢 卫德卫德 卫正卫正 有如此诗 是以不住 世尊默然而不制止 世尊对这些人 的评论说 这些人是罪根深重 就是过去生 他们罪根比较重 带着真善慢的心 就是说我已经解脱了 为什么还要在修什么法呢 所以世尊没有制止 让他们离开 林旧山这个法华盛会 看起来佛很不慈悲 其实是不得已的 因为他们善根福德 因缘居然不计足 不愿意接受 佛再多说也没有用 所以佛很清楚 这个因缘 佛就不再劝勉他们 未留他们 就让他们离开 这是从来都没有在经典 看过的情形 是否是这个 杰弗基因非常的殊胜 然后佛接着说 我今此重无腹之业 存有真实 社利佛 这些正三慢人 推了就好了 我就跟社利佛说 现在留下来这些听众们 已经是没有小知小业 全部都是大根气的 就是非常可靠实在的 大良大族之产 不再有根基不够人 在里面了 这个时候推开之后 佛就说 我可以称性而谈 我可以如实说 存原独妙的 一大圣法 所以往下我们就看说 诸佛方便说法 为令众生的一切种子 所以虽然是 现在是金佛 释迦牟尼佛说华金是这样 当初诸佛要说华金的时候 相继也是遇到这样的同样的情形 好 有一段话 佛说 佛告社利佛 如是妙法 诸佛如来 实乃说之 如幽谈波花 实义献耳 我以无数方便 种种因缘 辟于原词 眼说诸法 是法非 适量分别之所能解 唯有诸佛 乃能知之 好 这边有一个字 叫 幽谈波罗 幽谈波罗 就是 这是在丁佛堡的佛学解释 意思是 就是青莲花的意思 青莲花当时是少见的 所以这个表示说 妙法莲花金像青莲花一样 它是很少见的 然后呢 诸佛 如来 实乃说之 实义献耳 这一要是因缘成熟的时候 诸佛不少才会说 他说我以前都是用种种方便 方法说各种的因缘 辟于原词 那是引说诸法 但是这个是 这个法经 它这个法并不是你能够用思考 分别才能够了解 只有诸佛与佛 哪能究竟 所以 过去讲的法 都是 都不是 真不是真实法 是方便全巧说的 现在说这个法 是归向一圣道的 是很特殊的法 是诸佛 使乃说之的法 所以我们看到说 佛方便说 说以圣法 所以佛以无数方便 种种因缘 辟于原子 演说之法 为什么 我也要饶意众生 安乐众生 这个法不是诗良分别 所能了解 唯有诸佛与佛 乃能知之 这法是一佛圣故 为众生说法 除了一佛圣 没有余圣 没有二圣法 三圣法 都没有 作诗生说的法 都是为了达到一切 种子 所以说佛 说的所有方便 最后 是导规为一佛圣 就好像我想 好像说 我们大学的时候 修为积分 小学的时候 幼稚圆的时候 你不会修为积分 你一定是学 加减乘除 然后慢慢学 什么三角 函数 等等 最后还得要 谈到为积分 等等 一样的 刚开始已经 从最下面的 慢慢慢慢往上来 而且说佛方便说 说以圣法 不是只有经佛 是这样 过去诸佛 未来诸佛 现在的诸佛 十方诸佛 还有释迦牟尼佛 都是这样说法的 这个部分呢 会在这个经典的 常行里面 会见到 我把这个过去诸佛 未来诸佛 现在诸佛 释迦牟尼佛 十方诸佛 等 都是这样的方法 说三圣法 导规为一佛圣 就像我们刚刚 讨论的日月登明佛 一样 他也是先说三圣法 再说以圣法 为让众生 慢慢根据成熟之后 才能够得到一切种子 好 所以为什么想诸佛 要出现一次 是为了一大势因缘 我们先谈谈 为什么叫一大势因缘 什么叫因缘 就是诸佛 说法的因缘 一大势就是 要使各种 各个城市的众生 不管你是凡夫 天人 二圣 大圣人 都导规为一佛圣 诸佛出现 就是为了对众生 说明 使一切众生 同入佛圣 称为佛之 佛剑 因为凡夫 我们不晓得 佛之佛剑 在什么地方 佛的智慧 我们在哪里 正上半人 不信有佛之剑 二圣人 是没有办法 称聊佛之剑的 所以呢 这样子 所以佛在 为了一圣 为了一圣故 而出现一事 好 什么叫一大十一元 诸佛事尊 误佛的正 正入佛的之剑 为了这一大事 因缘而出现一事 就是让众生 能够开示 误入佛之剑 开示 我们常常听到 请法师 开示开示 就是佛的自剑 就是说 就是讲佛的自剑 知 就是佛的心 见就是佛的眼睛 就是看到 把佛心 跟大家显示出来 误入是弟子 弟子 文法 能够误入 佛所做的东西 就是佛跟弟子 佛跟佛子 感应道教 叫基感相应 开示误入 就佛的为了叫 开示误入 所以佛出现一事 好 开示误入 这四个代表 不同的层次 师父在 《绝妙说法》 这本书里面 谈到说 开佛之剑 众生 本具佛的之剑跟智慧 只是被烦恼封成了 好 那所以需要佛 来说法开示 为众生打开 各自的智慧之门 得到清净的智慧心 清正诸法实相 断烦恼 出生时 成就佛道 这是开佛之剑 是佛之剑 就是先指示出众生 本来具有的佛之佛剑 再帮助众生 叫众生来显示 自己的佛之佛剑 悟佛之剑 众生也能够显示 自己的之剑之后 一定要让众生 能够开悟 才能够 才行 不开悟的话 显不出佛的之剑 所以众生能够自正自悟 叫悟佛之剑 最后进入佛的之剑 这是师傅在绝妙说法谈到的 开示悟入的四个不同层次 从上开佛之剑 从上开佛之剑 是佛之剑 悟佛之剑 而入佛之剑 好 所以开示悟入的层次是 用佛的语言来说叫开 是就是指示众生 各个具有佛的之剑 悟让众生 觉悟到自己具有佛的之剑 入就是进入佛的之剑 所以这需要有层次表示 开示悟入佛的之剑 帮助一切众生 开示悟入佛的之剑 好 那问了 众生居然本具佛性 为什么需要开启 我们不是有佛性吗 为什么需要开启呢 好 刚才有谈到说 因为我们被 多生多绝的那个承扰 覆盖了 我们用这两句话 跟大家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大家已经知道吧 前面是 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清夫世 务时有尘埃 这是神秀大师讲的 对吗 下面是 菩提本无树 明镜一会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个是六主讲的 这两个 这两个祭送 这两个祭送 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你说法师 字不一样啊 当然不一样 可是他们的 他们大了的 他们的focus 他们的重点在哪里 神秀大师谈到说 要我们要 时时情夫世 务时有尘埃 神秀 那那个六主谈谈 说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他们的重点不一样 这两个都是修行方法 其实应该想说 他们是有刺激的 第一个 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实时行物 误学尘埃 第一个 着重在尘埃 所以我们有烦恼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拜 颤 诵经拜佛 打坐 让自己能够远离烦恼 所以它重点在尘埃的部分 可是下面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镜子 它并不会被尘埃所遮蔽 不会 它说因为镜子本来就是 只是如实呈现而已 浮来浮现 汗来汗现 你有再多的灰尘也没问题 它就是如实呈现 所以就告诉你说 这个佛性 本来就不会被尘埃所沾染 根本就不要担心说尘埃 所以你只要如实的呈现这个佛性 这个佛性就是如来藏的意思 所以灰尘在怎么后 它都不会改变镜子的本质 镜子本质呈现 如实的反应 如实呈现而已 好 这个部分就谈到说 我们常常修的时候 但是修行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从外进 修修最后内进 就是我们需要去 拜颤诵经 打坐拜佛 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自己的佛性 越来能够清土呈现 然后才能够知道说 原来佛性不会被尘埃所沾染 好 这个部分呢 师父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方法 是这样 师父说 你看我们常说 天空乌云好厚 这个天空被乌云遮住了 师父说 我们大家都坐过飞机啊 飞机飞到一万多公尺 高上的时候 你往前再看 天空是没有乌云 没有云层遮住的 云层是在下头 我们在下面看到 才会看到乌云 看到云层 你真的飞到高空上的时候 云层是在下面 在飞机下面 不是在飞机上面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云层在后 永远都不会遮盖天空 所以我们的佛性 很实的时候 你不会被 你佛性 不会被乌云遮住 被烦恼遮住 但是我们是不是要修行 需要修行 透过修行的部分 常常能够回到 我们的本性来 这个像什么 就像我们的佛性 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要问菩萨 你很生气的时候 你会不会吃饭 会呀 你很欢喜的时候 会不会这样 会呀 所以吃饭这个东西 就是佛性的作用 佛性在作用当中 佛性不会因为 你受到外境的影响的时候 而不产生作用 所以你还是会听 你还是会说 还是能够走路 可是你生气的时候 还是可以走路 不生气还是可以 一样 这个佛性在作用当中 这个作用 不会因为烦恼而掩盖 同样的一样 这个佛性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 如来藏 但是 也要小心 如来藏是可以被虚染的 你要是被虚染之后 可能造的就是恶烟 你被虚染是好的事 你就造善烟 所以还是要小心 所以佛性是可以作用 但是不要被虚染 好 所以呢 我们往下说 举办事故里谈到说 诸佛如来 但教化菩萨 诸有所作 都是用佛的知见来 事物众生 一切佛到世间的目的 佛硬化在世间的时候 虽然用种种全巧 方便说法 度不同的根气的众生 就是因为 射受不同根气的众生 他们来成就佛道 所以这些方便法 只有一个 是引导方法 不是目的 佛来出世 教化的 不是教人五圣三圣 不是的 最后都要告诉众生 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 要一些众生能够 误入佛的知见 这才是佛的重点 所以要告诉你 用各种方法 清除你的烦恼 最后要显见你的佛性 这才是佛说法的重点 所以主要说 佛以方便利 与一佛圣 分别说三 为了度不同的根气的众生 所以说不同的法 虽然如实而说 没有三圣 诸佛为了接引 不同根气的众生 而方便地把一佛圣 分成三圣来使 使不同根气的众生 都有入门的着力点 就好像说 你要建一个千丈的高楼 必须从地而起 虽然是最上面的一层 是你的目的 但是你还是得 一层一层建 你不可能说 我建三层楼 我一层二层不要 我只在建盖三层就好了 那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是下面的 一层一层往上走 所以全部 应该说整个 虽然是分成三圣 这全部都是形成一圣的重点 所以这三圣 还是需要的 我们要透过三圣的修行 最后达到是一佛圣 所以下面第三个讲说 一佛圣就是一栋 整座的楼房 分别说上 就是这栋楼有三层楼 要找到最上面的一层楼 没有办法 一步就跨到第三层楼 必须逐层实体而上 就是等同说 方便说三圣的一样道理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 诵经拜佛打坐等等 但是不要忘记 最后是你的佛性 要呈现出来 不要为了这个三圣法 非常的忙碌 而佛性被遮蔽 那就可惜了 好 所以我们谈一个问题 在方便品这篇 就是谈到说 三圣归一圣 那到底什么人 可以成佛 也就是说三圣人 我们用各种方法 就是他的门 他的法门 用什么法门 可以来成就佛道 这个就会在 法华经的 就是方便品第二里面的 这些寄送里面 寄送里面 谈到非常多 那我把它抓出来 整点一下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这张下面这张图 我们称为这张 是一张金变图 英文叫做 sultra painting 金变图 就是说 尤其在 墨高窟那个地方 非常多的金变图 墨高窟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石窟 这个墨高窟 它跟一般 其他的窟不一样 什么银钢石窟 等等窟不一样 墨高窟里面的 窟里面的 那个石材质是软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凿刻 刻成佛像 刻什么 它是软的 所以它一般来说 它又加了一些什么 稻草啊 加一些东西 泥塑 塑成佛像 或是说 涂上的以后呢 涂上漆之后 画佛像 放在上面 所以墨高窟上面 有非常多的佛 应该说是金变 就是把佛经 画成画 让人家来了解 因为墨高窟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讲说 河西走廊 最后一个地方 它要从中国的地方 出长安之后 要到中亚的地方 会经过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人要 我们所谓 西出阳光无故人 他们要从这边离开 中堂要到中亚之后 可能做生意 或是贸易等等的时候 他们希望能受到庇佑 所以在那个地方 在佛库里面 有非常多的佛经的话 那在 佛华经 佛华经在这个 尤其是墨高窟里面 很多很多的石窟里面 都有佛华经 由于在唐朝的时候 不管是前中堂 圣堂等等 非常多的佛华经 的金变图 那这张其实就是一张 方便品里面的金变图 你可以看到之后 这边 这边有四个小菩萨 这边其实不幸 这是一堆沙 这是小菩萨 在一堆沙上 然后这边就很多人 用各种乐器 在吹奏乐器 那这边呢 是一个佛塔 有人在拜佛 有人用东西在供养 好 这张呢 我们在后面的几张图 会跟大家分享 好 什么人能够成佛 学佛文法 实践的人能够成佛 这个基斯坊讲说 有佛子心寒安静 柔软而且立根 无量诸佛所 而行生妙道 他以前多生多节 跟着不同的佛 来修行佛法的时候 这些佛子呢 为他们说大圣经的时候 佛说 我为这些人受祭 来世 可以成就佛道 或是说 你身心念佛 念佛 用专心念佛 而且呢 修持觐见 然后听到佛所说的法 无得佛 大喜冲骗身 听到佛说法的时候 非常的欢喜 佛知道这些人的心性 所以为他说大圣法 还有声文 还有菩萨 听我所说的法 乃至甚至只要听到 一记一个记 皆成佛无语 这些人都可以成佛 就是你文法 学佛 另外是 诸佛是尊等 皆说一圣法 化无量众生 定如佛道 所以你是听闻佛法 修学佛法 持境界的人 都能够成就佛道 这是第一类人 学佛文法 持界的人 能够成就佛道 第二类人 其六度波罗密 好 记送讲说 若有众生呢 过去的 遇到过去的诸佛 然后呢 文法 然后他能够做布施 能够持界 能够忍入 精进 禅定 而修各种的福慧 不愧 这些人 皆以成佛道 这个以 是 是已经的以 而不是可以的以 你看这个以 表示 他们已经走在 这个成佛的路上了 就像师父举个例子 师父说 开始洗米 就是已经开始煮饭了 不是饭煮好 还叫煮饭 是你洗米 饿米 就是开始煮饭 一样的 所以皆以成佛道 这个以 是已经成就佛道 然后再来说 诸佛灭度后 若人散暖心 如是诸仲生 皆以成佛道 佛灭度后 他还是用这种 学佛的心 认真学佛的时候 还是成就佛道 还有 若于旷野中 积土成佛庙 乃至童子序 聚沙为佛堂 如是诸仲等 皆以成佛道 你在旷野当中 你用土 做成一个庙宇 或是小菩萨在玩沙 说我做一个佛堂 做一个佛堂 他说这些人 皆以成佛道 已经成就佛道 所以呢 我就给大家看 这张金片图 你看就一群小菩萨 这是土啊 土对啊 你看这小朋友 穿得那个小杜兜一样 小菩萨 你看这还有一些小杜兜 好可爱的这样图 好 这些图怎么说 他这幅画 有四个胖乎乎的棚子 在田间聚沙 沙已经堆得很高的 他们能不能往上堆 在访华金片上说 三五城区的童子 聚沙为戏 就是乃至童子戏 玩戏的游戏的时候 聚沙为佛堂 如是诸仲等 皆以成佛道 表示什么 就是聚沙为戏啊 这是儿童的游戏 但是聚沙成佛堂 他这种名字是佛堂 就是一种功德 他是天真已经成佛的 这佛经里面讲说 往昔有五百个童子 相结为伴 天天在江边游戏 然后有一天 江水把这个童子 卷熄而走 因为他们常常 聚沙为佛堂的功德 最后往生 生到兜率天堡 所以聚沙佛堂 表示他们已经成就佛道 所以佛道 他会到兜率天堂 而不会因为这样 而投身到下山道道 就不会 就是这样 聚沙为佛堂 好 第三类我们要建造佛像 现在很多很多人喜欢建造佛像 若人为佛顾 建立诸形象 比如说你用雕刻的 这个是成佛 已经成佛道 或是用七宝 把它做成 或是偷石赤白桶 石头 或是桶 辣 锡 木头 泥土 或是娇妻 我们想这娇妻 妻也可以 做得非常庄严的佛像 这些人 皆已成佛道 所以很多很多人喜欢 在供养佛像 做佛像 还有说 你用彩画 画佛像也可以 摆幅 庄严像 自己做 或是请人家做 都已成佛道 或是小菩萨在玩戏的时候 他说我用草 用木头 用笔 或是甚至用纸爪 甚至有人用沙来做佛像 这些人 这些人 渐渐积功德 比如当下 但是他慢慢慢慢积读功德之后 具足大悲心 皆以成就佛道 他已成佛道了 这是第三类 所以照做各种的佛像 已跟着成就佛道 这是第三类 好 再来就是 欢喜功敬的供养 好 这边有几类 我们一分别来看 若人在塔庙中 在庙里当中 以用画像啊 宝像画像啊 用花香翻盖来供养 我们知道 这是庄严物吗 我们在小医生 我们那个梁王宝山 不是有石供养吗 花香灯 土果 茶 食 宝 朱医 对吧 用各种庄严物来供养 其实这也是成就佛道 所以很多普萨喜欢在水都滑坏的时候 去供养 供养 其实这个就是了 另外是 若使人作乐 挤鼓 打鼓啊 或是脚背啊 消敌情 空猴 或是琵琵 然后铜把等等 这些音 来供养 这是音乐供养 也是 或是你欢喜 歌拜 送佛的 我们又不是要叫犯拜吗 像我们早反课在唱诵啊 所以你是早反课的时候 乃至一小音 皆已成佛 所以早课 参加早课 你不要坐在那边听别人唱 你要跟着一起唱 因为那就是一种供养心 我们用歌拜送佛的 因为早反课唱售的 都是佛所说的法 来赞叹佛 说佛等等 所以 甚至你只要唱一小端音 拿摩观世音菩萨 也是可以 皆已成佛道 你看这个乙吗 是乙经的乙哦 用赞佛供养 另外是 若人善暖心 乃至于一花 供养一花像 渐渐无数 甚至你是善暖心 看到一尊佛像 一个合掌问讯 或是说你用一朵花 我来供养佛 供养佛 你不是一定要 误科 画像也可以啊 你这样供养的时候 你就慢慢有因缘 渐渐渐的有因缘 见到无数的佛 最后能够成就佛道 成就佛道 一定要供养 多生多节 供养很多很多的佛 才有办法成就佛道 因为慢慢慢慢 成就自己 具足佛道 所以欢喜 恭敬 用各种东西来供养 包括庄园物啊 包括用音乐供养啊 然后赞叹 饭拜供养啊 用花供养 都可以成就佛道 好 你看像刚刚在张画 张图 它有点模糊 这是莫高窟 第二十三窟 在圣堂的时候 这也有用各种的乐器 在那边吹奏 这六个人在那边吹奏 就是用乐器供养 做乐 吉鼓啊 脚背啊 消笛 琴 空喉 琵琶 然后铜跋等等 铜跋等等 铜跋等等 还有用饭拜来唱诵 接以成佛道 接以成就佛道 成就佛道 好 第五类是称名赞叹 或是有人礼拜 拜佛或是合掌 乃至举一手 举八手举起来 或是小低头 低头 我们叫沾跟礼 以子供养 佛像也可以啊 也渐渐俱佛像 而且能够成就 无上佛道 然后最后能够度众生 所以合掌礼拜啊 都是 若人三暖心 入一堂庙中 称拿摩佛 拿摩就是归的意思 归佛 皆以成佛道 于诸过去佛 在世或灭度 若有文士法 皆以混合道 过去佛 或是在世的佛 或是灭度的佛 等等 你有因缘听闻到佛法 文法如见佛 他都皆以成佛道 或是说未来 有因缘听到诸佛世尊 还有很多很多的诸佛世尊 诸如来方便说法的时候 一切诸如来 无量方便说法 度众生的时候 让我们都能够入 佛的无漏志 若有文法者 无一不成佛 只要听闻佛法的音源 转变我们的念头 改变我们的念头 让我们不再愚痴 不再烦恼 不再贪嗔痴 这样的话 也无一不成佛 大家因为众生 都有佛性 都能够成佛 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 像这张图 你看这张图 比较清楚 有人礼拜 拜佛 有人 合掌 举一手 这边像是食物供养 东西供养 或是小鸡头 以此供养的像 比如这个是一个佛塔 里面有佛这样子 渐渐无量佛 所以你就有音源 这样子 甚至你假如有恭敬心 各种方法 都可以有音源见到佛 见到佛 就有音源成佛 这张算是比较完整的 因为这张很久了 这应该是唐朝的时候的 精变图 这是莫高窟 前面这是一个塔 那后面这些是出家人 所以有人拿东西去供养 供养这些出家人 拜塔 摘生图 莫高窟 217窟 南壁 这个都是画上去的 这图就是画上去的 好 最后我把今天跟大家做一个结论 佛以方便说三圣 为成就众生的一神道 然后众生修行种种方法 我们刚刚不谈到吗 你有小低头 和掌 用各种东西供养 皆以成佛道 看到这个以吗 已经成就佛道 所以前面这个是佛要方便说谎 开示 众生要修行种种方法 误入佛的之间 成就佛道 好 所以今天呢 我把好哈金 跟大家透过总说 说了一下之后 下面我们开始已经把方便品 第二这个部分跟大家谈了 方便品 是鸡门非常重要的一品 他的经文其实是很长的 而且那个继送部分 越数很多 但是大部分的部分 我就已经都整理出来了 整理出来了 大家可以透过这样来看 方便品 方便品这边 佛是用三圣说法 告诉动生 导规为一佛圣 而众生用各种消息方便的方法 能够成就佛道 我想跟大家已经跟大家 不管是用照相啊 画画啊 供养啊 欢喜心啊 圣念佛名啊 拜佛啊 礼佛啊 赞叹赞礼等等 这些修行方法 我们都能够成就佛道 好 我先讲到这个地方 好 菩萨们 有没有问题 好 那个 常递法师 阿弥陀佛 我这边常会 是 那个 脸书上面有菩萨 有提问 他说呢 师傅在天台新药的 第21到22页问到说 三门地关所入 天台四教仪的不满 故于临风中润卷六 有云师教仪初而 台中会 会是隐会的会 尤其对于元朝的 元粹叙述的 师教仪背试 卷上及蒙润 蒙润应该是个人名 著作的师教仪的 及住卷一等等 就是 所以 精心赞然的五十颂 云 这个阿韩的 最主要 刚刚因为法师 你有讲到说 这个五十 八教这个部分的内容 这个内容 然后呢 他说 表达就是说 这个五十的分判法 极为反感 所以在教官纲中呢 通别五十论的章目中 对于所提的 这个强烈批判 次为 旺说 旺是那个 旺 旺语的旺 这样子 那认为此非 智者 智者大师 以及张安 就是精心赞然的 这个 看法这样子 他是问说 这是不是有矛盾 这样子 要请法师 这边解惑 不过我刚刚看一下 他的问题 其实跨了蛮多本书的 这些内容 然后因为又提到 这个 这个林峰中论 又提到天台四教仪 然后还有精心赞然 这种很多的 这些的住宿 这样子啊 我刚刚看一下 我是把 因为这菩萨 他是问在脸书上面 那我刚刚只是 把他的问题整个 就是把他附送一次 让法师宁这边知道 就是知道一下 这个问题这样子 然后 我在想 我是不是 在 因为讲了 这个刚刚念这一堆 应该蛮多的 我在 就结束之后 把这一段 他的这个问题 就是给法师这边 这样子 好 我应该 其实我这边可以回答了 OK 好 是 应该这样讲 就说 那个 我刚刚是引用 就是智者大师的 天台的叛教方法 大家不必太在意说 这两个是冲突的 重点我只要表达 因为刚刚应该讲说 释迦牟尼佛说五师说法 并不是说这个词 只说阿罕 其他不说 并不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知道 方等时的时候 那个地藏经 其实佛是在入面前 三个月到道律天宫 为母亲说的地藏经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可地藏经是属于方等经 所以并不是说这个时候 只说 只说 华华跟涅槃 不是的 只是说 这个时候的众生 根气成熟的时候 佛要吹出来说华华经 他还是会说其他经典 度不同根气的众生 所以菩萨 不必在这边太多的琢磨 我只要跟大家书生的讲 意思是说 不管你什么根气的众生 到最后 我们都要回归到 岛归唯一佛圣 为了要成佛 而不是在这个 自然末年上去讨论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 以前已经有菩萨 跟我讨论过了 我只跟大家回应 所以这个 我是根据 智子大师 他的叛教方法这样说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只跟菩萨讲说 这个三圣法是 诸佛菩萨 度众生的方法 他到最后 一定要跟众生讲 所有众生 都有佛性 要岛归唯一佛圣 只有是我们修学佛话的唯一目的 我想我就回应到这个地方 谢谢 好 那谢谢法师这边的回复 那另外在这边的话 另外有一个同学 他有提问说 可能法师刚刚讲的内容吧 他说叫 他说 请问法师 举一首是什么意思 哦 就是那个头 那个那张图啊 就是这张图 正好有这张图有耶 我应该是说 我看到这张图 我跟大家看清楚 这张 OK 这张 你看到吗 这个 这个 我不晓得 这个是不是以前有什么 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进一步查查看 就是这样子 乃至举一首 或是小符小笛头 因为跟菩萨讲说 那个像金变图 金变图当初都会是谁去画的 基本上是这样 有些是出家人画的 有些人是 比如说我要离开 离开那个 长安 然后我要往下走的时候呢 我在这边 我请人来点画 可能是画像画的 有可能是其他人画的 所以他都会根据那个经历的内容 画出来东西 有时候 能够很好清楚的表达 佛经里面的东西 有时候只是他们自己解读出来的东西 乃至举一首 我觉得就很简单的看到 他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一首 可能这个姿势 可能在过去的时候 也是一种很恭敬的 很恭敬的姿势 也可能 我在想这样子 所以 他这个桌上就很清楚 一首 有低头啊 拜佛啊 都有 所以这样的话 你主要是恭敬心 恭敬心 这是个佛塔 恭敬心 就能够渐渐无量佛 我在这边回答 这样子 那边的话菩萨也回应 就是OK 谢谢法师 大家了解了 这样子 谢谢 然后现在 我看一下 因为留言部分有提问的 大概已经告个端了 那现场有 这个与会者有人 是即时举手的 这一位叫做 举手的菩萨 叫什么 文仪吗 姓唐吗 姓唐吗 阿弥陀佛 这位菩萨 举手的菩萨 你有在吗 有有 是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刚刚就是 就是我问那个举手 好好好 谢谢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了解 谢谢 好 那还最后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你们问一下 现场大众或者是 在脸书上的菩萨们 你们看看 你这时候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再跟法师这边请教的 脸书那边 您可以用留言的方式 我们这边会看 然后这边的话 您可以直接举手 举手 那我们会点您的名字 对 现在是第二问 请问一下 这边有没有菩萨有问题 您可以用举手的方式 或是脸书那边有菩萨 如果有问题的话 您可以留言 我们同时都会 这个把您的问题 就是让法师这边知道 第二问 问一下 今天的课讲的会不会太快 可以听得懂吗 大家有没有回应 速度的部分 OK 那么好 那这样我们可能会 把这个脸书这边的菩萨们的这个声音 可能会开放才会知道他们的反应 就是他们最后回应也可以 说今天这样的速度是不是OK 文字是不是清楚 我想可能可以留一点回应 OK 那OK好 法师我看到他们有的在 论这边的留言的回答 有的是说OK 听得懂 然后脸书这边写 没问题 或者说速度很好 可以听懂 很清楚 好 那有很多就是留言 就是说谢谢法师 这个分享 有的说很清楚 目前所看到的 对 就是法师你刚刚所问的 速度的部分 内容的部分 对 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多少菩萨他自己本身是修法滑法门的 他可以 有人会要回应吗 是 好 您是本身是以法滑精 或者是普门品为您的这个法门的部分的话 您可以留个言 或者脸书那边也可以留个言 让成立法师这边知道一下 有 有 好 有天台的OK 有人是普门品的 OK 是 有菩萨说他自己是 有人很欢喜 赞叹法滑精 有 这是 OK 有毒送 有 其实法师是有个量 反正您可以点一下荧幕那个地方 那个 看到更多 您可以看的到菩萨们的这个留言 是 是 有个菩萨是说每天一品 的草花精 大多数人是以普门品为主 对 可以看到 好 好 好 那这样最后留一分钟给我 我想我们还是要回来 一起来回向 好 好吗 OK 好 大家一起 合掌 合掌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好 谢谢大家 下一次我们的课程会讲的是 安乐喜品第十四 好 谢谢 阿弥陀佛